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信亦极近在孝勤 孝养父母 奉侍师长 这两句是世出世间 大圣大言 教我们的根本 随信发圣 随信道德仁二礼 诸佛如来教化一切众生 从这个地方开始 亦在这个地方圆满 孝敬达到圆满就成佛了 我们可以这样说法 佛家的教育 切齿切众 就是孝敬的 佛将孝敬擴大 一切众生 一切男子是我父 一切女人是我母 将孝养父母 扩大 扩大到尽虚空遍法界 一切众神 我们在华言上看到 一切众生 情与无情 皆我善知识 华言上讲的善知识 就是路事 不单止虚空法界 一切有情众生 是我的路事 无情众生 亦是路事 那是将孝亲尊士 讲到究竟圆满 讲到究竟处了 我们能将这件事情落实 那个人叫成佛了 认真努力去落实 还未达到圆满 那个人叫菩萨 落实到究竟圆满 就称为佛 违背这个教训 那个人叫凡夫 六度众生 讲孝敬 未能达到一切众生 止于自己的父母 尊掌 甚至讲到 老不老以及人之度 幼不幼以及人之幼 这种境界不错了 往往限于 我们自己一个国家 一个族群 未能达到 好像华言里面所说的 不分国土 他那个地方说的国土大了 他是说诸佛国土 每一遵佛 教化区域是一个大千世界 不分国土 不分国土 不分族群 不分宗教信仰 真诚 清静 平等地去尽效 去修敬 这种是大乘佛法 因此学佛 要学得和佛一样 念法 时时想着佛 佛是存什么心 佛动什么念头 佛是怎样生活 佛是怎样处事待人占物 我定能时时感想 就叫做念法 念法绝对不是口里头 止于佛号 止于佛号 好似唱歌一样 什么意思呢 忘言无字 你怎会得受用 念法的名号 想法的存在 想法的行仪 想法如何处事待人占物 这种叫真念法 观像念法 观像念法 是看到佛像 亦想到这样 这种是观像念法 所以我们要会念 会念念内了 我们的念头就转变成佛的念头 我们的心就变成佛心 我们的心就变成佛心 我们的行就变成佛行 佛的心是效 佛的行是敬 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将诸佛如来 所讲无量无边的法门 全包括神律 那我们做佛的弟子 无论在家出家 自己一定要知道 我们是佛的形象 是佛的代表 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 到底有几分似佛 我们能做到一分两分 就不错了 百分之百你成佛了 大概你能做到个百分之三十四十 你是真菩萨了 一等一高封号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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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